一群前輩的學評人 每晚帶我去Jazz Club 那個時候我想我是差不多五六年級 那時候開始聽到這些東西 都領略了Jazz一個concept的時候 我就愛上Jazz 但那時候開始聽Jazz 開始愛Jazz Jazz樂源於南調Blues 代表貧窮 1965年美國內戰結束 HELLO得到自由 不過他們生活依然艱苦 限時只有用音樂來娛樂自己 而Jazz樂在發展過程中 更吸收了好像古典音樂 民族音樂等等的元素 逐漸形成今日不同種類的爵士樂 那時候這種風氣 或者這種文化 附近它發展到現在 都是代表自由和直興 同時都可以是生活態度 甚至可以作為任何類型音樂的 其中一種元素來的 我們可以在POP 任何類型的爵士的影子 甚至乎影響 甚至很多音樂師 就是Hotelman Sting 都是在中間有一種 Crossover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好好玩 我經常覺得Jazz是 一些感覺 就是完全你一聽的時候 你不是當作音樂這樣聽的 是一些會動動你細胞的東西 因為你始終是Jazz的最早期 其實是一些跳舞音樂 就是Big Band Jazz 像是Swing的那些 那些這樣 那一看的時候 那些人就只不然 就是 就會 就會動身動勢 還有一些很即興的東西 我想是即興的 一流的Jazz樂手 只必擁有高超的技術 他們玩起音樂上來 自然得心應手 假如幾個高手 有機會走來一起Jazz 來個Live Performance 聽眾就自然有耳褲 不過作為聽眾呢 什麼時候聽Jazz 什麼時候聽人最一流呢 他說音樂 那方面 Jazz是 你所有的語言 就是跳舞的語言 反而是 那些很厲害的 爵士樂手 他類型的音樂都會玩 包移靜先生 我們大家都認識香港 九直的爵士樂手 那他是 他叫他玩Rock 他叫他玩Country 他叫他玩Blues 他叫他玩什麼類型 甚至卡通片 他都會玩的 那些就是他的鏡頭 如果你問我Jazz 你會聽的是 那一刻 那幾個月 那幾個樂手 一切 發生那樣東西 都會吹水 吹水是幾個朋友 是對話的 吹完又吹 再吹 繼續吹 那些都不是很Jazz 你這樣想 但是Anmurizing 你不會多 你吹水 基本上 Jazz是 在吹水 基本上 有一個音樂的境界 我覺得要做Jazz的話 要很有經驗 還有要 即是你這些技術 你的技術要很有 你才可以這麼自由 我覺得其實是要調轉 你什麼心情聽的時候 你就會變成什麼心情 我試過有很傷感 跟每一個 你聽同一支 Saxophone 吹進同一支歌 裡面 但是當你的心情很難的時候 很傷心 哇 真的哭到 那個 溜到的心 痛苦不得了 你知道Sanboy 其實它最能否認 就是它的高音 那個 Squeal 那些人 就是 唱得很慘 你在那些心情裡面 嘩 真是痛不如心 但是當你在很充滿愛之下 當你擋入你很in love的感覺的時候 那個Squeal就變成很欲緊 就是 為什麼我愛死她 那種感覺 所以是 為什麼你的心情 多於說 不是你去選擇 因為我覺得是 那件事很spontaneous 你要來的時候 你feel到那件事 那你跟那個音樂一升 你就變成 再 誇大了那個感覺 Jazz也是跟他的精神一樣 是很自由自在 沒有一種清晰的 在音樂時候 你覺得 可以讓你自己出來 興奮一頓 讓你冷靜一頓 都可以選擇Jazz出來聽 簡單的 你迫車的時候 可以收著耳朵 整晚的朋友在一起聊天 看著樂隊 雖然我們在一起聊天 不是很尊重的 但其實 某程度上 那些Jazz Club 那種氣氛 都是給你這樣做的 或者你跟Jazz Band的音樂 一種跳舞 都不是說RESPED 都是一種情況之一 所以 其實都是無限可能 想得了解 我會認為 Jazz 你以為音樂這麼難 你就會 將它可以更加擁抱 好深一點 還有可以再將它 和自己的生活 邁近一點 雖然 Jazz樂在香港 還是很小眾 但是有很多樂手和歌手 對Jazz樂的熱愛程度 始終如一 就好像 Vocalist Angelina 他自力 專研巴西 Jazz樂 還成為香港 數一數二的電頭級人 對Jazz樂 Jazz樂有很多種類型 在六十年代開始 巴西的巴西英國音樂 混合了Jazz樂 還有一個叫做 Brazilian Jazz的一個 Jazz樂 其實都沒有什麼機會 可以來到香港這邊 讓大家認識 但是它裡面的 音樂、旋律、風格 是很多元化 是很好聽的 我希望大家可以有機會 去認識肯定的 Jazz樂 什麼時候可以成為 香港的主流音樂之一 可能要像外國歌手 無分年之 無分地位 隨時隨地去演出 去宣揚他們的音樂 去感染每一個人 這個歌是 憲修 是客人的憲修 它們是Burn Up 同一個女孩 有一個 我們是主持的 Jazz樂 在Gallery 其實是 我們每人拿到 幾十元巨碼費 基本上是 貼士 或者是 他買了多少東西 給他一點點 沒什麼錢的 但是沒有驚訝 Burnard Rake 其實是一個 他首先在七十年代 是一個很出名的 歌手 被人叫做 但是他彈琴 他是幫過 Milk Stavis Marcus Miller Stanley Jordan Roy Harbrook 我很驚訝 看到一個 這麼想像的 他會 在那裡 在Garry 踏踏 你你是初樂者 你不是什麼 喝錢 他就是 這種 他很感動不到 真的為了 我喜歡做這件事 做這件事 不是為了 就是 不會有人會判斷你 說 你賺了錢 就是 我最喜歡的感覺 就是 就是這樣 就是做這件事 記得有部電影 男主角為了幫他爸爸 完成夢想 用四十年時間 去集齊五十七個 樂手的親筆簽名 當我到最後一個 樂手的簽名 是要山長水遠 在東歐飛去紐約 誰知還要滯留在機場 逐足九個月 最終男主角可以出境 而他第一件事 就是去拿簽名 劇情夠細靠人心言 當中的五十七位 原來就是Jazz的樂手 我相信 Jazz真的有這種魔力